被運為翻轉臺灣政治板塊 結束國民黨輝煌時代的臺灣三一八 運動已經三週年了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一週分會 邀請現任FAPA總部的政策研究員 曾經深入參與三一八運動的臨結 到芝加哥喬教中心演講 和大家分享臺灣的後太陽花時代 由島內至海外的青年觀點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一週分會 在芝加哥喬教中心 邀請現任FAPA總部政策研究員 曾深入參與臺灣三一八運動的臨結 前來和大家分享臺灣的後太陽花時代 喬教中心主任王偉讚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一週分會理事 楊新靜等人都出席為臨結加油打氣 做這一系列三場的演講 很多的年輕學生年輕朋友 甚至於今天有這麼多的第一代的移民 臺灣鄉親們過來 大家聽了都很感動 真的覺得這是臺灣的希望 也很高興臺灣有這麼一個年輕人 願意來留在美國 為臺灣繼續努力 今天來這裡 跟我們說法法目前 要推動臺灣Triple Act 希望我們臺灣和美國的關係越來越正常 也會有官方的望來 官方望來也會比較正常 林潔首先和大家回顧三一八運動 他表示由於國民黨立委張慶忠 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讓大家感到臺灣會被出賣的恐懼 而產生的三一八運動 對臺灣的政治也造成極大影響 從二零一四年以來 公民意識崛起 年輕世代積極參與政治 經歷了兩次重要的選舉 也出現了柯文哲現象 去年更達成政黨再次輪替 這些政治板塊的移動與社會的改變 或多或少都和三年前這場運動有關 二零一六年 然後其實民進黨全面執政 那大家對於改革 對於社會一體也有非常多的關心跟期待 那其實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就是 這條路到底要怎麼走下去 不論是在體制內 實際的繼續參與政治 然後實際的去投入做改革 或者是繼續在體制外做倡議的行動 其實都還有非常多要學習 林傑也談到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 台美關係的動盪 她加入FAPA總部擔任政策研究員 希望透過智庫或其他管道 把台美人的心聲傳達給參眾議員 而台灣內部也要凝聚共識 讓台灣越來越好 台灣人需要意識到的事情是我們不能把一個政治領袖當成神來看 就是她 她就只要有一個人出現就能拯救整個台灣 我覺得這種期盼是很容易落空 而且也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比較期待的是大家在對於政府 或者是柯文哲提出有建設的批評 有建設性的批評的同時 大家也應該要去看到更深層的問題 包含可能是整個政府或者是政治結構 或者是政治風氣跟生態上的問題 林傑的演講引起遇會者熱烈迴響 而她此行也參加了芝加哥哲學星期五活動 並赴威斯康星麥迪森氏 與當地威大學生及國際友人座談 讓大家瞭解現代台灣年輕人的思維 台灣宏觀電視張淑毅 美國芝加哥採訪報導